跟踪海峡热点 反映两岸迷译 海峡两岸 台海巡部门被报 在花莲外海秘密操演 台海巡部门随后对此真正否认 评论称 美台相关活动目前在灰色地段 但已经释放出危险信号 是美台勾连新迹象 台美炒作的美台海巡演习 是怎么回事 美台宣称 要合作因应区域海事挑战 是想做什么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台美炒作美台海巡首次联合演习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日前美台海巡部门被报 在花莲外海秘密举行联合操演 台湾的海巡部门随后却发布新闻稿 对操演仪式进行否认 评论称 美台之间的联合演讯活动 日前是在灰色地段 低敏感领域进行 但释放出了危险的信号 是一种准军事合作 距离军事合作只有一步之遥 是美台勾结的新迹象 台美炒作的美台海巡演习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美台勾连是否更进一步 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连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市新大学的教授 游子祥先生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欢迎二位 李红 北京的晓辉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连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红好 游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美台之间到底有没有秘密的 在花莲外海进行联合的军事演讯 接下来我们通短片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日前美台海巡部门被报 在花莲外海秘密举行联合操演 台海巡部门随后发布新闻稿 对操演仪式进行否认 据台美此前消息 美台三月份签订 设立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后 于8月10号上午 首度在花莲外海28海里处举行联合操演 台湾方面有包括4000吨级的 嘉宾舰在内的共4艘各型舰艇参与 美方则基于保密 为开启航行相关信号 对于海巡部门的回应 有声音质疑 为何如此遮遮掩掩 评论称 美台之间的联合演训活动 目前是在灰色地段 低敏感领域进行 但已经释放出危险信号 是一种准军事合作 距离军事合作只有一步之遥 是美台勾连的新迹象 现在爆出的是美国的海巡部门 跟台湾的海巡部门 秘密地在花莲外海 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 而台湾方面 出动的是4000吨级的护卫舰加翼舰 据说它有野战医院的功能 而且上面还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 和黑鹰直升机 那么目前有没有更多的细节 披露出来 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事件的曝光 这个消息主要是台湾 亲绿独派的媒体自由时报 它做的报道 它是在8月10号 发了一条独家消息 说美台将要举行 双方海巡史上首度的联合演训 那在它的独家报道里面 它说台湾的海巡部门的人员 已经低调地证实了这件事 不过到了晚上 台湾的海巡部门就对这个消息做了否认 说是有操演 但是没有美国海巡的船舰参加 如果我们综合媒体的报道来看 应该是在8月10号和8月11号这两天 台湾的海巡部门的几艘舰艇 确实是有前往花莲的外海进行操演 那中间牵涉到至少4艘台湾的海巡船舰 其舰是4000吨级的嘉义舰 另外还有一千吨级的台东舰 600吨级的安平舰 再加上100吨级的一艘巡防舰 10号跟11号这两天 台湾的海巡船舰是开往了距离东部 花莲28海里之外的外海集结 那自由时报的报道还说 这些船舰前往集结海域的速度非常的快 超过20节 我们知道对嘉义舰这样4000吨级的大船来说 20节算是开得蛮快的 不过似乎并没有发现美国的海巡的舰艇 前往相关的海域 台湾海巡部门的说法是说 他们本来就会在有新舰艇的时候 让这个舰艇去熟悉各个海域的状况 进行水文跟水道的测试 那所以我们知道嘉义舰 本来就是今年3月才交船的新的船舰 不过也有人说 这次的演训是要为未来的美台的联合演训做预演 加上台湾的海巡部门说 他们不排除跟美方进行任何互动 只是基于双方的默契 没有经过双方同意的时候 他们就不能公开 那这个说法当然更让人有了想象的空间 我们知道嘉义舰因为很新 吨位很大 续航力达到了1万海里 加上配备了台湾自己发展的正海火箭弹 还有机枪 还有水炮 是有一定的火力的 而且它的舰尾是设有直升机库的 上面还有负压隔离病房跟手术室 所以这个嘉义舰是可以前往南海太平岛进行运送任务 也可以当救护舰 在海面执法的时候 它的压制力当然也更强 所以从它下水到交舰 台湾当局都是高度宣传的 今年3月当美台签订海巡合作小组的谅解备忘录 并且开记者会的时候 在记者会上还搞了一个桥段 台湾海巡部门的主管送给当时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 利英杰一个船舰的模型 那时候送的模型就是这个嘉义舰的模型 那这次会传出美台联合的海巡演讯 还把嘉义舰当成旗舰 就有人把前面这个环节做的铺垫给连在一起了 看起来台军 台湾的海巡部门确实做了演讯 而且美国显然在里面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至于是什么角色 显然台湾的海巡部门认为视色敏感 所以对相关的细节都是高度保密的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 就是台湾的第六海巡 对对外接受采访的时候 宣称的确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随即海巡部门就进行了否认 那么到底有还是没有 海巡部门对外宣称的是 这个嘉义舰只是来熟悉一下这片海域 是一个例行性的演讯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那么他是想演示 还是说确实没有这件事情 您刚刚也提到了 台湾的海巡部门表态是前后不一的 似乎是疑运密布 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出 这是故意在进行一些遮掩 或者是说在刻意掩饰一些信息 其实我们会看到 这样的一种自相矛盾 前后不一的背后 可以看出的是台美之间 对于双方之间 海巡部门和美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 他们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从台湾的角度来说 台湾当局当然希望尽可能地扩大影响 把台美之间 不管是军事层面 还是准军事层面的一些合作 尽可能地扩大 要制造出更多的戏码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与台方的考虑是明显不同的 而这一次信息释放的前后不一 其实反映出的实质 是台方此前希望释放一些信息 但是很快就得到了 来自于美国方面的所谓的指示 让台湾方面尽可能地降掉 来保护信息的来源 要制造更多的疑云 要进行这种去敏感化的处理 所以应该说美方的意见 现在是占了上风 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是在配合美方的一些指示 在配合美方的意愿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设计 其实我们看出的是 美国对于台湾海巡部门 与美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 这种平台化的合作 其实是进一步地希望 能够进行这种机制化的建设 同样也有一些台面化的设置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强调的是一定要小心翼翼地 来进行一些步骤的推进 要这个降低敏感性复杂性 防止出现破局的这种极端的局面 说到这个台面化 大家肯定还会记得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台美之间是签了一份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涉及到的 恰恰是双方之间 在这个所谓的海巡方面的合作 而这样的合作 其实此前台美一直在台面下悄悄地进行 已经做了很多的动作 那为什么要签一份备忘录 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机制化的建设 要使未来台美在相关方面的 一系列的合作 不管是信息的交换 还是进行一些联合的行动 所谓的有据可查 有规可依 能够进行更加的系统性的合作 但是在推动相关动作的过程当中 美国也很清楚这其中的敏感性 尽管大家看 涉及到的是台湾的海巡部门 和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直接看到的是 这是两个执法的机构 是这个涉及到管辖权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台湾的海巡部门 已经归台湾海军来进行管理 也就是说是一支叫第二军队 那对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我们也知道 它承担着一系列的 所谓的战时的作战的任务 也有这种作战的性质 所以双方之间 在加强这种军事化合作的时候 甚至有一些这种军事同盟体系 建设的动向的时候 对于美国来说 是要小心翼翼地 来进行步伐的控制的 要避免过度地强调敏感性 避免引发中国大陆方面的 更加强烈的反应 所以对于此次 双方之间进行的这一次的行动 美国方面是希望台方 尽可能地低调地进行 尤其涉及到这一次 双方联合行动的地点 台湾方面的强调 行动其实是在花莲外海 那也就是说 这一次行动 它尽量地希望远离台湾海峡 也是降低敏感度的一种设置 据说有一个美台海巡 合作的工作小组 那么这个小组 也召开了第一次视频会议 并且对外宣称说 要定期的召开 以用来应对 区域海事带来的挑战 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如果说定期召开的话 那会不会定期演训 那么如果说定期演训的话 那么为了应对 区域海事什么挑战 才会这样进行 一个联合的军事演训 过去台湾的海巡人员 跟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就经常交流 不过过去是比较低调的 一般的了解是 美国海岸防卫队 每年都会派教官 到台湾的海巡部门提供指导 台湾也会派海巡人员 到美国去受训 不过今年3月25号 当美台签署了 海巡工作小组量解 备忘录的时候 美台的海巡合作 就从台面下 转成台面上高调进行了 当时的签署仪式 双方的人员都公开出席 还举行了 我前面说过的记者会 台湾这边还宣传说 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台美签署的第一项正式文件 是台美合作的 海上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朝双方全方面的 合作伙伴关系进了一步 而且还加上一句 美台要共同来确保 印太的安全 8月11号 就在传出台海 这个台湾跟美国 进行海巡联合演训的时候 双方也举行了 这个海巡小组的 合作小组的第一次视讯会议 据说双方在会议里面 讨论了怎么打击 非法未报告 不受规范的逾越活动 也讨论了海上的 搜索跟救援 这些方面的协调合作 那美台双方也同意 未来会定期的召开会议 台湾的外事部门也对外说 透过这项合作 他们希望能强化台美合作因应 区域海事 这个因应的能力 应对的能力 虽然中国或大陆的字眼 并没有在这些谈话里面出现 但其实这个谅解 备忘录也好 美台海巡合作小组也好 当然相当程度是对着大陆来的 大陆通过了海警法之后 宣誓要在海上加强执法 美国一方面渲染 大陆在自己周边海域上的 海上执法是要搞第二海军 要搞灰色地带冲突 不过美国的应对做法是什么呢 他一面指责 一面美国自己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旁边 拉着台湾 用海巡合作作为名目 想用这个海巡合作 来反制大陆的海警 美国想象的剧情是说 大陆会利用海警在执法的时候 跟台湾发生冲突 那时候台湾的海巡船舰 可能不是大陆的对手 我们知道大陆的海警 是有顿位超过一万的船舰的 这个时候 如果透过台美之间的海巡合作 美国的想法是 或许可以产生一些威慑的作用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出手干预 那也就是因为海巡 不算是军队 所以美台的海巡合作 可以留在这个灰色地带 敏感度相对比较低 那么除了刚才嘉宾谈到的 今年三月份 美台之间签订了 这个海巡工作小组的备忘录之外 我们注意到之前美国方面的海岸警卫队 也会定期的去派他的教官 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署来进行教导 那么如果说这一次美台之间的联合的海巡的演讯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备忘录的话 我们看到台湾有的退役将领在质疑 他说这很可能会挑起东沙和南沙的敏感神经 您认为它会起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吗 我们看台湾是控制着东沙群岛 同时在南沙最大的岛屿太平岛 现在也是台湾助手 所以对于南海形势来说 台湾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现在美国搅动南海的局势 首先发现的是自己似乎力不从心 尤其是过去把菲律宾作为美国 搅动南海的重要的马前卒 但是现在随着中非关系的转环 随着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以及菲律宾政府强调南海争议 并不是中非关系的全部 似乎美国这个马前卒已经并不好用 而对于美国来说 要搅动南海局势 不仅仅需要一个马前卒 还需要具体的军事上的一些支撑 包括在一些重要的点位 美国可以进行相应的部署 而这个时候 美国就会某种程度的 把目光投向台湾 而与台湾合作的时候 现在应该说 美国在南海的一系列的动向 也是考虑到了对台合作 它的敏感性所带来的一些 所谓的务实设计 也就是说 美国直接让自己的海军 与台方进行合作 那就是已经踩到了 中美关系的底线和红线 在直接的挑战 甚至是摧毁一个中国原则 所以美国并不敢做这样的尝试 现在美国在南海 主要依靠的是 美国的所谓的第二海军 在依靠的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在进行一些行动 似乎敏感性有一些降低 但是同时又能够达到 军事上的目标 这就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而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与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合作 也似乎是美国认为的 没有触及底线红线的一种 折中的选择 而这个时候涉及到 东沙和南沙 其实我们看到 此前美国对于这两个点位 是格外的重视的 而美国在与台湾 进行合作的过程当中 也非常看重台军 所进驻的东沙岛和太平岛 所以未来双方可能通过 所谓的这种海巡部门 和海湾警卫队的动作 使美国军舰 有可能接触到一些敏感的点位 甚至可能派一些舰艇 来进行停靠等动作 美国在小心翼翼地 推动相关行动 不断地向前 正是现在台湾岛内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 台湾的退役将领 看到的一种可能发生的前景 但是对于岛内的一些人士来说 他们认为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美台之间 在这种准军事层面的合作 对于台湾来说 是玩火自焚的 也就是说台湾引入美国 支持美国在南海搅动 不会给台湾带来 更多时机的利益 反而会带来切实的风险 所以现在也在提醒蔡英文当局 在抱美国大腿的过程当中 如果抱得太实 如果付出的太多 那最后的后果到底能不能承担 这是蔡英文当局 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像您刚才谈到的 蔡英文一定承担不了 这样的后果 但是我们注意到蔡英文还在冒进 那么近日的蔡英文 就跟美国在台协会 新任的台北办事处的处长 孙小雅进行了会面 并对外宣称 要使美台之间的关系 更上一层楼 如果结合 拜登上任以来 对台批准的第一批军售 那是不是意味着 美台之间的勾连 向深层次发展了 如果说我们结合 这一次美国海巡部门 跟台湾海巡部门 进行的秘密的联合军事演习 那是不是演验证着 接下来美台之间的勾连 在军事上会进一步的加深 虽然说海巡部门 跟真正的海军还有区隔 但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 它依然可以当成海军来使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这一系列的信息 美国在台协会 新任的台北办事处处长 孙小雅 他是在7月15号 接替丽英杰上任的 8月10号 他去拜会蔡英文 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说 拜登政府上个星期 首度宣布对台的军售 蔡英文相信 这对强化台湾自我防御的能力 有很大的帮助 蔡英文也说 台美最近在海巡 科技 教育等等领域的合作 都有进展 他期盼台美双方 能够在既有的深厚基础上 持续深化 他用的词叫做 真朋友 真进展的合作伙伴关系 携手 让台美关系 能够更上层楼 那孙小雅 他的回应是说 他很荣幸 回到过去任职过的台湾 担任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 他说 美台关系正处在高点 希望要跟台湾合作 共同打造 强化美台的关系 我们从近来 拜登政府的很多做法 可以了解 为了因应 为了让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 能够找到 能促进两党合作的题材 那把中国当成 对抗目标的这个方向 恐怕已经成型了 就像美国要推动基础建设 都要不断地拿 中国基础建设 很进步来做理由 还被美国记者问到说 你要搞基础建设 你怎么一直拿 另外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来说呢 用这个当成政策决定的理由 不是有点奇怪吗 但是为了要跟中国对抗 我想美国这种结合盟友 操作台湾议题 用来指责跟压制大陆的做法 会持续 那美国想打台湾牌 台湾又很乐意当那张牌 所以这种美台合作 我想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美台合作也是有红线的 虽然你可以说海巡跟军队不一样 所以美台的海巡合作 或是联合的演训 不是军事合作 也不是军事演训 但是你美国不能一面 渲染指责大陆的海景 形同是准海军 增强了海面上的武力存在 然后现在又说 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跟台湾海巡的合作 完全跟军事无关 你不能说别人搞灰色地带 但是你自己这个不是灰色地带 而且你这个武力存在 还是跑到别人家旁边 想插手台海事务 这个严重性 要比大陆的海景 在自己附近的海域正常执法 这要严重的太多了 自从美台签署了 海巡工作小组的 谅解备忘录之后 其实就有绿营的人去想象 或许 未来美台可以一起来演练 救护 后送 反海盗 反走私 这些演训 而且甚至应该纳入 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里面 不过 如果真的这样搞 你把准军事合作 搞得越来越像军事合作 这就势必碰触美中 跟两岸之间的红线 你到时候想要把这些军事的合作 再藏在那个所谓的海巡合作的外衣底下 我想恐怕是没有什么人会相信 而且也做不到 近期蔡英文的动作的确是有点多 不但是跟孙小雅进行了见面 而且还接受了日媒的采访 渲染来自大陆的所谓武力威胁 那么蔡英文是想展示什么呢 她想展示美国和日本 都是她所谓的盟友吗 您提到的一个关键词盟友 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不管是台美之间 还是台日之间 都并不是一种盟友的关系 什么是盟友 就是出事以后 大家要互相帮 一方有事 另外一方要来救 这恰恰是蔡英文当局 非常希望能够达到的一种关系 但是现在恐怕对于日美来说 她只能称伙伴 而不能称盟友 在协方台湾的问题上 现在日美都没有给蔡英文当局 一个明确的承诺 所以蔡英文当局认为 盟友是她追逐的 一个终极的目标 那么如何来达到这个目标 肯定不能是通过哭闹 通过求同情 求关注 这样的一种 所谓简单粗暴的方式达成 所以现在蔡英文当局 在下一盘棋 其实我们近一时期 要看一些细节 在与孙肖雅 进行见面的过程当中 蔡英文似乎要把台美之间的关系 描述成一种综合性的 全面的伙伴的关系 那么她首先谈到了 美国对于台湾 在抗疫方面的支持 还谈到了美台之间 下一阶段经贸方面联系的 进一步的加深 之后才谈到了 所谓的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 尤其提到了拜登就任之后 首次批准的对台军售 等一系列的这种细节的设置 所以可以看出的是 蔡英文当局 现在在与美方进行 沟通的过程当中 首先是希望台湾岛内的民众看到 台美之间的关系 并不像蔡英文当局 与美国交往的实质的那样 是台方努力在抱美方的大腿 似乎要向岛内的民众 展示出双方相对平等互利的 一种关系 是对岛内的一种迷惑 但是说到所谓的经贸关系 所对为的抗疫 其实蔡英文非常清楚 美国给台湾疫苗 只是为了救民进党当局 另外涉及到经贸关系 既然莱猪这张牌已经打出去 那么恐怕现在 蔡英文在与美国 在所谓的经贸交往方面 已经没有更多的筹码 但是涉及到所谓的 未来在这种台海地区局势上的搅动 如何来应对中国大陆的问题 这是蔡英文当局认为的 恰恰与美国之间 可以进一步沟通 进一步勾连的一个问题 所以经贸 所谓的互利 抗疫合作 我觉得这都是虚的 真正实的是蔡英文当局 希望在这种安全关系上 进一步的绑定美国 那么这个时候 她在与日方进行信息释放的时候 就变得更加的直白 对日本媒体所谈的 就是所谓的中国大陆威胁 这一方面是希望引起 日本以及美国 在台海地区问题上的关注 同样的蔡英文当局也认为 近一时期美国再打台湾牌的时候 多次在这个国际场合 不管是双边还是多边的层面 比如说日美之间 以及G7的平台上 都谈到所谓的台海地区的局势 这是她必须要抓住的一个时机 要抓住这个时机 使台湾问题所谓的国际化 所以谈中国大陆的威胁 是配合美方的论调 也是推美国和日本 在相关的问题上 进一步的来进行发力 要走得更远 所以这就是蔡英文当局 当前的一些设计 但是不管她如何设计 是不是能把日本和美国 变成台湾的盟友 从现在来看 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迹象 也就是说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 他们现在在谈台湾问题的时候 都是以台湾问题来制衡中国大陆 是把台湾作为一个牌来打 而不可能把台湾作为自己的盟友 作为自己必须要帮助的一个对象 所以在这一点上 恐怕蔡英文当局 现在的一些打算 更多的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只是搅动台海的局势 使自己更加不安全而已 其实民进党当局特别擅长一种操作 就是先找一家媒体披露出一条消息 然后紧接着相关部门再出面否认 在很多事情上 民进党当局进行的 都是这样的一种故弄玄虚的操作 那做这样的一种操作 美国跟日本就是你所谓的盟友了吗 这只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的一场自嗨而已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观众朋友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恋爱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